2020 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祈福 可能会用还不错来形容这一年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的2020的话 我会用不想回想 对我来说的话 是不容易但是又很丰富的一年 什么样的词形容近一年 出人意料 这种感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就是收获 AKB48对于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 青春 梦想 元气 有太多词可以用来诠释 初见AKB48式的感觉 作为AKB48在中国大陆 唯一的官方姐妹团 2020年AKB48 Team SH 迎来了成团的第二年 然而新年的味道还未散去 大家都翘首以盼着未来时 身边的一切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来了 2020年初 团队原先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无论是日常训练 彩排 还是演出 握手会 都被迫停止 成员们只能在家 独自练习来保持状态 作为可面对面的偶像 失去了线下交流的途径 线上直播也就成为了他们 与粉丝互动的唯一方法 Hello 现场正在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手机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 我们的一家人们 大家好 时间来到路 疫情渐渐缓解 AKB48 Team SH 终于迎来了成团来的首场公演 这比预期时间 整整推迟了114天 尽管首场演出粉丝 只能在线上观看 但这并未影响团队的信心 随着参加选秀节目成员们的回归 团体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也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 三个月后 今年的第一支MV 《影像为爱的风》开拍 当时成员们谁也没能想到 这支MV就像一声哨响 成为了AKB48 Team Message 第一次总选的开端 三个不同身份 不同性格 不同期待的女孩 开始了她们的比赛 她们的故事 我叫刘念 是AKB48 Team SH的一期生 来到这个团体有两年了 以前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没有目标 就是属于那种很安于现状的人 来到这个团体 就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这两年的经历还是蛮神奇的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生 然后来到这个团体之后呢 上了比较多很精彩的舞台 然后也上过卫视的跨年 然后还有日本的红白 然后还参加了两次比较大型的选秀节目 感觉2020年就是 对我来说是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参加创造2020 然后7月份的时候 然后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休息一下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 然后就接着来的 就会有很多活动啊演出 然后短短两个月 9月份的时候就 又被告知 今年要举办 EP选拔的总选举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那种感觉 就像一年我参加了两次总选的那种感觉 确实会压力很大 也会就是突然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因为我刚好又碰上9月份开学 所以我要兼顾学业 然后也要兼顾这边的活动 可能就要经常的两边跑两边跑 然后就很匆忙很匆忙 现在是11月2号 然后我在虹桥机场 在后机要回成都要回学校 现在是11月9号上午8点半 现在要去学校 不盖一个章 终于看到了一点事情将要完成的希望 好开心 我是施爱贝 来自AKB48 MSH 已经入团一年了 十二期生 同时现在在上海的一所大学就读 是大一新生 现在的时间安排就基本上是 从礼拜天晚上回到学校 到礼拜五下课放学了就回基地 我有空的时间就是 课下或者说晚上自己休息的时间 对着视频自己练 我会拿着自己的手机播放着音乐 在那里练习 不但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 想当偶像的人应该不只是我 或者说我们成员这一部分人 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梦想的 只是他们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 原本就觉得自己开学之后压力会变大 没想到再加上一个总选 一切都太未知了 我觉得我在学校对于在总选上面的名次肯定是会有影响吧 对我会尽我最大可能在自己有空的时间或者说 在一切需要的时间跟大家进行彩排 参加各种活动 我是AKB48 Team SH的二期生曾思纯 来AKB48 Team SH已经一年零两个月 成员们他们会觉得我是一个从热血动漫里面走出来的二次元少女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偶像 然后一直喜欢日本的偶像团体 也有十多年的时间 从他们的舞台现场传递给我的能量 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其实一直应该说是从小有这种想要成为他们的梦想的种子吧 在我的心里面 其实我一直都在B站上面持续在更新自己的舞蹈翻跳 然后还要做一些Vlog之类的 在我的心目中 我觉得偶像就是要给人传递正能量 然后要给大家平时生活当中都能够传递出那种快乐的能量 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向他们传递出快乐就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这一次的Vlog 能够从中感受到我的喜悦和快乐 就是当我知道总选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的生日公演上 就在那一天 其实说实话有冲击到 我虽然当时在台上表现得尽量让自己镇定一点 但是回到后台的时候就没有绷住 觉得现在总选的话 我自己能不能承受住这样的压力 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充满问号的事情 9月12日的完场公演后 成员们正式接到了第一次总选的通知 都有想过说再加入AKP48之后 一定会经营的事情就是走选举 但是没有想到会在公演的舞台上 就是在今天公布 其实我们还挺有被突然间吓到了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我觉得很突然 我想象过会有总选举这样的 会有总选举的举办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发布的这么突然 然后这么快就要来到现在已经9月份了 11月太快了 从来没有有过这种经历 所以在面对未知的东西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有在脑海里面想过关于就是总选当天的场景 想了几十遍 希望我在那一天可以好好的完成演出 更多的还是只能交给粉丝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了 其实在知道总选之后 我是很担心自己 我就觉得其实各个时间都有各个时间的坎 所以就做好了就行 不让自己后悔就好 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 凭什么 凭什么留念站C 凭什么留念每一次都有它 所以我非常非常强烈的 我就想拿到第一 然后告诉大家 我是第一为什么没有我 我是第一 我难道不配去做这些吗 为了让所有成员 有更多更公平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AKB48每年都会举办 有粉丝投票参与的总选举 这也是AKB48每年的第一大活动 这一次AKB48 Team SH的粉丝们 将第一次亲自参与投票来决定前21位成员的排名 排名的先后还会直接影响之后一年的露出机会 拿下第一的位置 向着前三的目标前进 竞选吧 在11月28日宣布最终结果前 会有速报和中报告诉大家实时的动态排名 第十八名 第十四名 第九名 第六名 第三名 第二名是 刘念 第一名是我们的二气生 曾思纯 五千多票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怎么说呢 就是震惊震惊还是震惊 特别到三名的时候都还没有念到我自己的名字的 那个瞬间我就觉得 很 惊讶 就在想怎么办 在想怎么办 对 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能够拿到这么高的名字 不管怎么样 每一票都是粉丝 用心投给我的 每一票我都会好好珍惜 是他们给予我的 所以我也不会说难过 或者是 特别不伤心 或者是 我也只会用他们给我的力量 勇往直前 曾思纯第一名比我们下面的多了好几千票 就还蛮壮观的 就是没有想到 而且曾思纯确实非常非常努力 刚刚那一刻我是震惊了的 但是我不会松懈 我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也没有想过 我就这样 反正我肯定拿不到第一了 就差了这么多票 我不会这么想 我觉得 我会实现我的目标的 可能就是我的努力 不如我二期的后辈 只能说我做得不够好 他那时候我就是没事的太平出来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现在还会往下 速报公布后 如愿进入选拔的施爱辈 把更多精力花在了学业上 为了兼顾学习生活和日常训练 每周他都需要不停地往返学校 与训练基地 获得速报第一后 曾思纯在视频网站 更积极地更新着自己的生活日志 和舞蹈片段 希望借此 能让更多人了解自己 和整个团体 复杂的转学手续 并没有让暂居第二的刘念 有充足时间去平复心情 速报后 他频繁往返上海成都 直播 握手绘 公演 训练 每分钟都必须精打细算 钟报前的最后一场握手会 也在这渐渐忙碌的气氛中展开了 今天握手会也是 就是能够了解和交流很多东西 表面比较官方的话 谁都会说 别官方的事情谁都会做 但是我愿意用真心去换来大家的一票 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10月31日 总选的中报如期而至 相比于速报 氏爱辈的排名下滑了7位 刘念拿到了这个阶段的第一 而曾思纯则落后了5000多票 第二名曾思纯第一位 留念 我之前就是可能会在很多地方说 就是我很珍惜大家 但是现在我想说 我必定不会辜负大家 中报结束后 中报结束后 之后便匆匆赶回上海 来到学校 海外留学的成员 在结束隔离后 也登上舞台 与许久未见的粉丝们进行互动 为自己拉票 通过我的努力 通过我的实力 让大家看到 这一家是值得的 可以趁这次机会留在那个位置 因此我喊出了第七的目标 请容许青春最后一次的冲动 要让世界震动 胡适应一定可以站在最亮眼的位置 全身发光的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吧 但是我还有更远的目标 我想向她努力前进 我希望最终总选的时候 我可以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一 二 四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三 二 八 没有唱歌的地方开始 然后我们是下一个 开始唱歌的地方下 你们三个是什么 一起 下 外 一的时候就一起 六 七 八 外 一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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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周的朋友要玩的好吗 我再就没有迪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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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要考虑的 我们迪迪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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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已经跳了两个 他跳不好了 会被笑的 笑吧 今天是11月22号 离总选还有6天 今天一天从早到晚 我彩排踩了两遍 晚上还要去拍变魔的广告 我就是挺警告的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 就是挺警告的 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 所以还是非常想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可能会担心因为排练比较忙 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多的时间 去跟粉丝们交流 我怕如果缺少了这部分交流 会不会他们就忘记给我投票了 2020年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管是我们团队也好 还是对整个AKB来说 但是 我就是觉得 有我们的时代 就是在我心里最好的时代 可能不能跟很多 做得非常非常优秀的前辈们相提并 但是 我就是觉得有我们 我们的时代 就是离盛世最近最近的时代 去跟我们的时代 去看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 然后我们的时代 我自己也都觉得粉丝们之际的压力也都很大 因为到处够的重新课了嘛 所以都想不实在大影响 就是这一集节目的内容感觉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张构图真的很好看诶 不远连色的星系 真的 很不定心 好不死了 真可爱 我还有三天嘛 对吧三天 其实有一点点小紧张 今天距离总选还有两天的时间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演唱会的场地 也更加的期待演唱会的那天 其实会有一点点小紧张了 最近我也在想 不管有没有到前三这个名词 或者说不管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名词 对我来说 我对偶像的这一份热爱和热情 都不会被泯灭 然后也会继续努力 不管是什么样的名词 都要坦然的接受 今天是11月27号 明天就总选 然后今天 呃 带妆带服装 从头到尾才拍 今天晚上应该飘出才截止吧 所以 都是未知的 所以应该 更重要的就是 把现有的节目排得好吧 不是不在 不是不想去想 就想了没有用 这个事情不是我现在 还剩几个小时时间能够 所做些什么能够改变的事情 所以 不太想去想这个 嗯 总选毕竟是 所有粉丝一起努力的结果 就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好好感谢一下粉丝 我们现在带后台 然后现在就在冰箱化妆 讲述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耐心等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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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吗 说实话还是挺紧张的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是结果多少 我都会继续加油的 今天晚上是我们 观赏四五年 投票选举 然后的话 就是得到时间要求 或者是没有得到时间 所有人希望大家可以 能够 尝心 坦然的情绪 面对 是第一年 努力 先讯 感恩 为了梦想 无端奋斗 元气满满 勇不放进 AKB4JDMAC 加油 加油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 候选的成员 真的是非常可惜呢 就差了一步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没有想到 能够拿到第四位这个名字 这个是我们家下的第一个宝藏 我们可以往更高的地方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 并肩一起 最终排名 揭晓的是 第二名 她的得票数 三万 零一票 要揭晓的第二名 她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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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留恋的 2020年發生過很多事情 也許是好的事情也許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夏天永遠不會結束的 我們才剛剛開始 所以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夠被所有人 都認為我們是 國民女團 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 謝謝大家 獲得AKB48的 TeamMessage 第五章EP選拔總選舉 最終排名第一名獲得者 他的票數是 30960票 他就是 二級生 曾思純 恭喜Message 恭喜 追逐夢想的道路 我會一直走下去 請大家一直跟隨著我吧 謝謝大家 再次恭喜Messag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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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了現在第一名的這種狀況的話 開始會更有壓力 說實話 說實話 能不能承擔起第一名的責任 和之後的一些 之後的一些壓力 這種情況 我自己其實也摸不準 但是我會更加的努力 用一個詞來形容 今天晚上的總選舉 在我這裡的話 應該是 意料之外 對 就只有這樣的一個詞 但是 又覺得自己在這一年的努力 有被很多人看到 也算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也是情理之中 得到這樣的名次 有想過 結束偶像生涯 在整個總選期間 其實 鍛鍊到的還是我的心智 面對這次總選 我真的慌了 我第一次那麼害怕一件事情 那麼害怕得到一件事情 以及那麼害怕失去一件事情 來到AKB48Message 對我整個人生來說 真的像夢一樣的存在吧 甚至到以後老了 看看以前的自己 會覺得特別的精彩 在這一年裡面 做就 改變非常大 人際關係的這種相處 然後也有提升 我自己想要做的偶像 也是想要在舞台上面 給人帶來滿滿的元氣和能量 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我這一次拿到第一之後 真的有一種開始自己成為偶像的實感 然後第一就開始真正的有了偶像生活的感覺 然後很期待最後的活動 這一年讓我成長很多 對於我整個人生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總選這兩個月 我就發現 我會考慮到別人的想法 我會非常顧及別人的感受 一直到最後 我的想法都是我希望我們整個團隊越來越好 而不是說希望我自己有怎樣怎樣的發展 而且我是覺得總選真的會讓我看到其他隊友的閃光點 比起我之前說我可能現在更適合自己的是做偶像 不如來說我還可以做一個更優秀的偶像 我的目標永遠都是第一 所以我只會一直往那個目標邁進 不會退縮 名次宣布 有人歡笑也有人落淚 總選或許就是這樣 歡喜襯托著憂傷 在燈光照亮的小小舞臺 不同的情感交織碰撞 但就像一顆糖塞進嘴裡 舌尖的甜比漂亮的糖質更值得被記住 來年曾經歷過的還會再來一次 訓練 直播 公演 總選 或許是無聊的重複 或許會遇到奇妙的寄遇 未來的事還是交給未來 而對於這些少女 無非是再吃一顆糖果 你不按照什麼 怎麼會不會 fireworks 你不想再吃一顆糖果 你不想再吃一顆糖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